伏陀 之后一晚他突赶腹痛 接着他举手攀上蓝皮尼园中的无忧树枝 太子便从摩耶夫人的幼泪出生 并举足走了七步 回到王宫后 一位相使预言太子将成为伟大的国王 或伟大的人类宗教导师 对于贫穷疾病与衰老的痛苦 西达多太子毫无所知 由于他在豪华的宫殿里舒适的环境中成长 二十九岁时他连续乘了马车三次出宫 首次亲眼见到了一个老人 一个病人和一具尸体 在第四次出行中 太子看到了一位修行人 他的修行生活让太子向往走上类似的道路 超脱生老病死 轮回的痛苦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 他走出宫殿 留下熟睡的妻子和儿子 消失在黑暗中 西达多太子离开了他的王国 求教于几位著名的导师 以其了解万物的本质 经过了六年苦行 他希望能克服余生俱来的欲望 却因极度进食 他濒临死亡 这时他接受了牧女供养的周弥 这时他领悟道 肉体的受苦 并不是达到精神解脱的手段 在今天的菩提家夜 他整夜坐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 相辅魔王之后 西达多太子悟道成佛 佛陀以四十九年的时间 在印度各地弘法 他教导人们如何超脱 无名 嗔恨 恐惧和欲望的牢笼 从而从苦难中获得解脱 他是第一位接受女性和民众的 佛教领袖 无论贫富 性别 地位高低 年龄 众生 今世平等 在当时 佛陀成为印度所有精神导师中 最知名 最受爱戴的一位 而他从不自命为权威 对所有的人都是以智慧与仁慈相待 在八十岁的时候 佛陀把弟子聚集在其周围 并对他们说 以我为儒等所说知法与律 与我灭后等为儒等大师 又提醒大众 世界无常 会必有离 当勤精进 早求解脱 之后 佛陀闭上眼睛 进入灭盘 首席 毕端与新墙 世界无常 永远 感谢观看